機場內很多人都在等待 有好多人推行禮辦手禮 也有人帶一家大小在等候以上 不斷抬頭看班機資訊 資訊上紅通通一片 大多寫班機取消或延誤 金門商業機場 20日一早由於側風太大 導致機場關場 許多班機受到影響 大約波及超過500多位旅客 繼續等 繼續靠補 根據了解金門機場 在早上7點半左右 風速高達1小時22里 已經達到裂峰等級 現場飛安人員研判 班機必須停飛或改時間 共有大約10班飛機受到影響 包含兩班飛往台中 以及兩班飛往高雄 還有一班飛往台北的班機 現場也有金門縣服經驗考察團 大約有30人受困機場 目前許多旅客也還在等候 金門機場提醒民眾要搭飛機前 隨時注意班機更動 或是罪行資訊 同學我葉劍熊金門報導